为在台南市中正路的市定古迹 原台南州会进行修复工程 而日前把外围新增部分全面拆除完毕了 只是拆除工程浩大 一度还有民众以为是要把古迹给拆掉 其实是修复工作完成之后呢 会把古迹整修成中西区的图书馆 让昔日的牛眼窗特色重见天日 也希望未来能够成为台南古迹的新景点 好几家怪手在土堆上持续拆除工作 没有停歇 现场烟雾弥漫 这栋正在进行检修的老建筑 其实就是日治时期的原台南州会 上头五个牛眼窗重现天日令人惊艳 只是因为拆除面积太大 不少人一度以为是要把古迹给拆了 是说到人家拆掉就奥迹了 你现在要做这个图书馆 你来里面是要斩习什么 这个图书馆已经最多了 我是在那边看他们在拆除 他也计划要再拆掉 真的别误会 目前进行的是古迹修复 拆掉的只有前方夹盖部分 仔细看建筑原本构造完整保留 三楼窗户踩开圆窗 呈现昔日典雅特色 是西元1935年新建的原台南州会 到了1966年外围扩增成为台南市议会 至今已经有84年历史 被列为台南市订古迹 年过半百的居民想必都有印象 那个四面窗都还在 所以这个蔡丸座这个建筑很漂亮 因为它又向后缩 所以建筑显得更气派更雄伟 是1935年台湾第一次实施 接装饰一眼选举的建筑物 它见证台湾的民主制度 在1935年已经开始采取民主选举了 在结构上以及建筑特色上 比较缺乏的一个部分去除 然后呈现出日治时代的 它一个精美的建筑的立面特色 那到时候我们会将它再利用成为 台南市的中西区图书馆 预计明年9月修复完成 接着进行内部装修作为图书馆使用 也会将旧议会融入配置中 未来将与对面的土地银行 一旁的零百货等老建筑结合 希望成为台南古迹观光的 打卡新热点 民事新闻林俊明台南市报导 未来的电筑结合